歡迎收看電影情報戰 我是林舒嬅 每個人喜歡看的電影都不大一樣 即使有喜歡既定的風格 像是有些人喜歡恐怖片 有些人喜歡喜劇片 但是各個電影它的風格都不大一樣 最近英國網站就幫大家整理了 收集有關於50部經典恐怖電影 大家在觀看這些恐怖電影的時候 你的心跳頻率是怎麼樣呢 例如說你的心跳突然加快的話 代表說這個恐怖電影 帶給你的震撼跟衝擊是越大的嘛 那他們蒐集出來排行榜 第一名就嬰兒榜 第二名是立嬰房 再來是宿苑 當然這些是從50部經典恐怖電影裡面 抽樣取出來的 給大家一個參考 跟大家分享一些關於電影的有趣的事 那今天電影情報戰 幫大家整理最新的電影資訊 來看最新上映的電影有哪些 首先要看到的這一部是國片 我已經去搶先特應看過這一部電影了 這一部只能說非常好看 因為在搶先特應會上面 娃娃魏如璇她也有參與出席 她就說了 她看完覺得說推薦大家去看這部電影 衛生紙一定要代購 因為這是一部非常好哭的電影 裡面呢 效忠帶淚 又非常的感人肺腑 她主要就是在傳達出 台灣女人的故事 而且在裡面是屬於家庭 溫情型的電影 裡面的演員幾乎都是女性 那他們就琢磨在 女生的心境上面比較多 像是演員有誰呢 有陳淑芳 謝寅萱 徐若萱 孫可芳 丁寧和陳妍飛 他們傳達出是三代女性之間的故事 特別是想要用這樣的故事 來傳達給大家說 希望大家看完之後 更可以珍惜身邊的家人 那這個許承傑導演 她也說了 這是改編她自己親身的經驗 因為就來自於 她自己外婆的故事 因為她外婆過世之後 從小跟外婆感情非常好的她 就想要來拍一部屬於外婆的 這個專屬她的故事 那她就想起了 在她的外公過世的時候 外婆還跟外公的情人 一起辦喪禮的這樣的經驗 讓她覺得非常印象深刻 所以她就把它改編成 這樣的一部電影 裡面幾乎都是以全台語的台詞 來做對話的 加上裡面場景到劇情 都很有台灣味感 感覺很像是我們日常生活之中 就會發生的事啊 或是你會常經過的一些場景跟畫面 所以更讓大家覺得很有共鳴感 所以你看這一部電影 更能夠投入其中 尤其這部國片《孤偉》 更是在今年的金馬獎入圍了六項大獎 其中這國民阿嬤陳淑芳 她是入圍了最佳女主角的獎項 很多人都非常看好她 會拿下這個獎項 而且她在裡面 還特別獻唱了主題曲 這歌聲也是非常地動人 而到後面你跟隨著劇情 不斷地高潮迭起呢 到後面你會不自覺地流下眼淚 非常推薦大家去看這部國片 這部電影是孤偉 來...大家趕快... 我們如果這樣不簡單 真的不簡單 一個女婦人不會黑漢 會漏皮疼 這樣做得慘痛 這個女婦人娶四三個女兒 秀英她本身姓林 這是真人真事改變出來的 一講到真人真事改變 我就趴了七分了 因為本人的後代都還在 每天要出發拍戲的時候 我總是說阿嬤妳要保佑我 遙遠的像 遙遠的成功 阿嬤 她是誰啊 妳那邊 林秀英這個人呢 她就是這樣子 一股氣把這個小孩長大 她的堅強 她的堅毅 你看老公已經死了 她一滴眼淚沒有掉 只有含在眼眶裡頭 她不掉下來 這個女的你想想看 多麼的堅強 可是我不行 我是個愛哭鬼 導演說妳不能哭摸 我說導演 有一場戲讓我哭哭吧 我洗洗我的眼睛吧 整場戲 整部戲都不讓我哭 我也很難過耶 讓我哭一下吧 她在拍戲現場是非常非常精準的 她跟我說妳可以很精準的 我要求她要拿一隻眼睛 眼淚流下來 她是可以做到這個程度 因為這個故事裡面 雖然是一個很日常的 一個半喪禮的簡單故事 但是她的背後有非常非常多 濃厚的情感跟衝突 就我會希望淑芳阿姨可以 忍著那個情感去做表達 而不是就是把那個情感 直接流露出來 但其實在不讓她把眼淚流下來 這件事情上面 她反而可以悶著那個情緒 去表現那個台詞 其實我覺得阿姨就是 在那個狀態下是最厲害的 阿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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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年輕的秀音這個角色 非常非常的關鍵 她出現的回憶戲的部分 其實剛好是又一種倒序的方式來講 秀音跟她先生的感情 因為竹芳阿演的秀音這個角色 已經是一個70歲的老太太 所以很多情感上面不會這麼直白的表露 所以有年輕的秀音 就是竹芳阿演這個角色 補足了很多這個主角內心 許多的掙扎跟悲傷 我們甚至在她們的造型上面 我們也跟竹芳補了一個 跟竹芳阿演一樣的那個字 因為跟竹芳阿演合作過 那我知道她的人生也是 有一部分崎嶇 有一部分很辛苦 然後但是她也是很勇敢 很堅毅的走來到現在 那我藉由這樣感覺 去詮釋出秀音 竹芳阿演 在年輕時候的那個樣子 當然我覺得造型上面 也有給我很大的幫助 我點那顆刺的時候很期待 然後我就會覺得點上去之後 好像我就化身為他 因為廖長子剪電影 所以她比較少看到她在電影的演出 但是她看來就說這個人也太好了 她覺得子豫演的這個部分 把秀音這個角色再提升到另一個層次 我們甚至在剪接的過程當中 廖長非常非常的喜歡子豫這個角色 在這個角色裡面 她自己獨自撫養小孩子 然後自己做一個小生意 經過了時間的淬戀 一個女人撫養了小孩子長大 然後一個人面對很多的孤單 然後但是她面對生活當中 她必須要很堅強很堅毅 然後等到自己熬成了一切 在自己的一個大壽的日子 卻碰到了先生的一個死去 在這種情緒交錯的之中 她其實也是考驗她自己 不管是愛這個老公也好 或是面對自己也好 或是面對她的家庭 看她怎麼處理 前面我本來覺得它是一個很平凡的故事 可是當你整個看完之後 你會凡楚 會有一種覺得 平凡中見偉大的一個 女性的一個故事這樣 妳也知道 望我看妳的酒 我挑妳的心 好妳知道 今晚是佩南的 不用講到的香蕉 所以媽 妳還是有愛阿公嗎 我愛阿公就是阿嬤 我愛阿公就是阿嬤 我愛你 是不是很精采啊 如果想要知道更多 有關於電影的最新資訊 要請記得鎖定民視第一台 電影情報站 我們來打擾 阿嬤